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个 横坡的地方我们已经能够了解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重坡的情况 那重坡里面的话呢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 这个声音的部分 那声音呢 那声音你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重坡 那这个重坡的 这个棚呢 大概我们能够耳朵听到的大概是20个赫兹 到2万个赫兹 这是我们声音我们可以听到的 那对于这个整个声音我们可以听到或者是不能听到 那更这个比这个更低的那你个就是说我们地震波的地方的话呢 它其实地震也是一个地震波 是比20Hz还要来得低的那 它是这个音波 那更这个比2万赫兹更频率更高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讲的超音波 这个是超音波的情况 那你们大概都知道说 在医学上用到非常高的超音波 那这个超音波 医学上用的超音波里面呢 不止我们这个可以去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其实是用到等一下我们看到超音波里面的这个杜普勒效应的部分 那尤其是你们都知道这个你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话 那都是在超音波底下监控的 那这个就是用到都普勒的效应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那乐器 乐器也是一个声波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我们发出来的声音的频率呢 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不管这个整个声音的情况是怎样子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要产生一个重波的情况的话呢 那基本上面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的胖部的话 那这个是这个活塞 那当然这里面充满着这个气体的部分 那这个气体呢是 目前为止是我们没有被干扰到的 所以不管这个气体的话 我们以某一点 以某一点为基准点的话 那我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气体呢 它的压力 因为它胳膊大方 因为它胳膊大方 那它 它的方向是 它的方向是 它的方向 我们把S轴当成是 往那边过去 那当我这个活塞呢 我把活塞呢 加一个压力过来 那加一个压力过来的时候 那基本上面 刚开始的话 这是没有被干扰的气体 这边是-PA的话 这边一定是PA 那我现在再加一个压力过来 那我这个活塞就移到这个位置上了 好 我直接把活塞移到那里去好了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活塞呢 它是P加ΔP 乘上A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这边还是没有被干扰 波还没有传递到这里来 它还是-PA 但是这个区域 是已经 有被压缩了 那它已经被压缩的部分 那这里的气体 我说 这里的气体 因为我这边加了压力来了 所以它会有一个 原来没有被干扰 它气体是不动的 现在变成是 有一个速度 是VXI的部分 那 到底这个VXI是 多少呢 实际上是跟我这个活塞啊 被压的 距离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活塞被压的距离就是VX乘上ΔT 这是我被压的距离 那你可以很简单的从这里面看到 这是我们平常我们说 我们要打到苏密波的话 刚刚我们那个影片上面也有是一个活塞 那上一堂课也看到这活塞在这边动的情况 那就会有苏密的情况出来 那我们只是把其中一瞬间拿来看 那这一瞬间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到 这整个 整个充量的变化呢 就是我的Force的变化 那Force的变化呢 基本上面 就是 我从它变它的时候 那Final的是P加ΔP 乘上A Initial的部分 是P A 所以你改变了多少 改变的是 你ΔP乘上Ai 这是你的Force改变 那在ΔT时间里面 我知道它走的距离 所以我也可以去看 在ΔT时间里面 我的充量 那这个充量呢 就是等于我的动量变化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的是 动量变化里面的ΔV 我说这些气体原来没被干扰 现在被压缩了以后 那它的速度已经改变了 那这个ΔV就是VSI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Mass是多少呢 Mass就是我这边被压缩的气体的部分 那Mass的部分 M的部分就是 它的Density Rolling OK 乘上被压缩的部分 就是这一小块啊 所以乘上V ΔT 那V的部分是VX ΔT 乘上 节面积 这个就是我的Value 就是我的体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把它带进去 F乘上ΔT 就等于Rolling VX 等一下 可能必须要把V跟VX 把它分开来 这边的话是 整个被压缩了 整个被压缩了是这个体积 不是只有这小块而已 所以这整个被压缩的 这个体积呢是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整个波的速度 乘上VΔT的部分 所以 这边没有X 这是整个Total的Mass 因为我们这边的力 是对这整块 在作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VΔT 然后再乘上A 这是M βV的话是VX OK 这是我们Total的Force 所产生的冲量 跟我们的冲量变化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引进来 另外一个 我们常常在气体里面的一个常数 那个就是我们的Bubble Modulus 在我们之前讲弹性的部分呢 在气体里面的Bubble Modulus 那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就是 单位体积里面 这个体积的改变量 那这个体积是什么 东西让它改变呢 是你的压力让它改变 那我们说压力 加压的时候 这是正值的时候 ΔT是正值的时候 实际上是 让你的ΔT是变负的 对不对 所以 为了要让Bubble Modulus 是变成一个正的 所以我们这边在加负的 这是定义的部分 OK 因为你一个东西 你加压 那ΔT 所以那个 你加压以后 这个是什么 你是让它ΔT的一个改变 这是Bubble Modulus 那这个Bubble Modulus 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说我把这个Bubble Modulus 引进来的时候 我现在我刚刚F的部分是ΔP 我把它带进来 这F是ΔP 然后乘以ΔT 就等于ΔV ΔT A的Vx 那ΔTΔT消掉 AA消掉 OK 那ΔP的部分 是我们这边的ΔP 可以放进来的 那我可以看到 我在放进来之前的话 我再把V分之ΔV 把它看一下 我说整个体积是等于多少 整个体积是V乘上ΔT 再乘上你的截面积 那你的体积的改变是等于多少 是Vx的ΔT 乘上这个A OK 所以我们把它计算一下的话 我们看到 这AA消掉ΔT 所以这个是 你的全部体积的改变量 是等于V分之Vx 那你把它带进来 换句话说 ΔP的部分就是V V分之ΔV 这边有一个负号 就等于R0V乘上Vx 那V分之ΔV呢 又等于V分之Vx 就等于V0V 这边有一个负号 你这边负负得正的 好 那我们看到了 两边 杀掉 我的V呢 我就很清楚的看到了 是什么 这等于R0V分之V 才更好 OK 这就是我们在 重波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波的速度 跟什么 跟你的Bubble Modular有关系 那跟你的这个Density有关系 这气体 所以你很容易得到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结果 这是我们在重波的一个速度 那这个重波的速度 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 对于它的能量的传递是等于怎么样呢 我说我们要计算 这个波传递过来 它的能量的改变 实际上要计算的就是通过某一个解面积 我说这个是解面积 那波再传递啊 波传递过来的时候呢 你是能量的改变 那单位面积 那单位面积里面传递过来的能量 那Intensity呢 基本上面 它的定义就是 你的单位面积 那你单位时间所传递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Po OK 那我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Po 虽然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Po 是一个疏密Po 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重Po的情况 那这个疏密Po的情况的话呢 其实我看到的是 这是密的 然后这是S的 所以基本上面我们也 它的层线的周期性 我还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横坡 这样子来画出来 因为平常我们在输密的部分的话 我们没办法 密的然后让它慢慢输 然后再慢慢密 再慢慢输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Density 如果依照你的Density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整个 重波当成是一个Pressure的Wave 一个压力的坡 我也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这个Dispersement的Wave 就是这个坡的位移 所以当你这个坡 我们重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Y是等于Ym cosOmegaT-Ks-OmegaT OK 这是我们平常在写的这个横坡 那你把它当成是把重波当成是Dispersement wave 或者Pressure的这个Wave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或者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Density wave 就是说这个是很密的 那你就慢慢的改变 然后再慢慢改变 所以这个整个Density 或者是Dispersement 这边的压力是比较大 这边压力比较小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Y是等于Ymcos Ks-OmegaT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虽然说 我在这边画的是一个好像横坡的东西 那实际上所对应的是一个Pressure的这个Wave 那也因为这样子你对应的是一个Pressure的Wave的时候 你在这边算Power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是它的位移是有高有低的啊 所以你这边的Power不会是什么 不会是随着时间平平的而已 那你可能是一个Average的Power 或者我们把这个整个Power去做Average OK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Intensity呢 如果你要把它写成比较完整一点的话 那这个就是Average的Power 那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 所通过的平均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Intensity的部分 那依照这样的定义的时候 I 我可以怎么写 我说单位面积A 我是知道的 那平均的Power 平均的Power就是Force乘上 你的Displacement 然后你把它平均起来 OK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块 单位面积的Force 其实就是我们的压力 那相当于就是压力乘上你的Displacement 所以你的Displacement U的部分 换句话说 我要知道 那这个应该 等一下我看 这个应该是你的值点的Velocity 那这个U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如果是以横坡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你从你这个位移上去的值 那重坡也是一样 最后的话就是从你的平均点位移的这个值 所以基本上面你要去看 对不起 这是位移随着时间的变化的值 不是因为位移的值是已经Y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U其实是怎么写 位移随着时间的变化的值 那你就是对时间为分 换句话说 你对时间为分的时候就会保出OmegaYm Cosin变负Sin OK 的Kx 件OmegaT 那这边有一个 所以负负的证 那你看到的是 你是要去求它的平均值 就变成是Pressure 然后乘上OmegaYm 然后乘上Sin KxOmegaT 那P呢 P就是我们的Pressure Pressure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在这边 在这边没有把它写出来 Velocity你已经知道对不对 Pressure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就是等于Vk 然后乘上OmegaYm 我把它写出来 因为你的Pressure的部分 没把它放进来 OK 这一个 实际上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在这里就是RoundY的RoundX 那这个呢 是可以把它写成 -P分之RoundY的RoundX 那如何在 如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在这里面的P 我要把它放进来 然后去对时间为分 我们说 我们看到的 你刚刚看到的 Y是这样子的函数 Ym 然后cos Kx-OmegaT OK 那 DataV V分之 DataV 就等于A 乘上DataX DataX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这个 OK 那这里 DataV DataV 就是我们的 VX的DataT 然后乘上H 那 又回到我们的 那这里的部分 VX的部分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DataY 因为 我这个是重波 那重坡呢 这是一个疏密坡 那疏密坡你现在 因为你的压力一压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小的ΔY OK 那这边就是ΔY 那换句话说 那边V分之ΔV 就是ΔY分之ΔX 因为AA消掉了 好 那我们看到了 在这里面的ΔY分之ΔX 当LimitΔX 趋近0的情况之下 那V分之ΔV 其实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Y分之ΔX 是Y對X的微分啊 那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项 我刚刚已经写在这里了 这是Long Y分之Long X 好 好 那我把它带进来 这一个Pressure的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带过来 就是Bubble modulus乘上 Long Y分之Long X 我直接把它带 Long YLong X是等于多少 Long YLong X是等于YM 对X微分 Sine的KX-Omega T 乘上负的K Cosine微分是负3 然后里面的KS微分是K 跑出来 并把它带进来 去Bubble modulus乘上YM 乘上K Sine的KX-Omega T 你这个是要去求平均值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你要求平均值的值是等于多少 再把它整理一下 Intensity的值 把它写过来 就等于 Double modulus乘上Omega乘上K 乘上YM平方 乘上Sine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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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Omega T 那没有问题 OK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看到了 在这里面的这个Intensity的值的时候 这一项 对时间的平均值是等于二分之一 那前面这个都是常数 所以你这个出来的值是二分之一的 Bubble modulus乘上Omega K 乘上YM的平方 OK 这是Intensity的平方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 我这个波单位时间 传递的 单位面积传递的能量 它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我的Ampitude的平方 有关系 然后跟我这个气体 能不容易压缩有关系 然后Omega乘上K 是跟什么有关系 Omega乘上K的话 是本来就是Omega 是等于2πF K呢 是等于2π除以Lambda 实际上这两个参数是跟你 这个是你的Velocity 跟你的Velocity是相关 那我们不要带进去 最主要的 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参数是跟Velocity有关 但是最重要的是 跟政府的平方是成比例关系 这是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Intensity OK 到Intensity以后 平常我们在表示Intensity 不是直接把它放进来表示 我们平常在表示Intensity呢 是用这个分贝来表示 那用分贝来表示 它是用Intensity 再除上 再乘上Log 然后再10倍 那这是多少的分贝 那I0是多少 I0啊 是等于1.0乘以10的 Velocity Wat 除以米平方 这个值 是我们人耳朵啊 所能够听到的 極限的一个Intensity Switch Hold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多少分贝 那噪音是多少分贝 讲的都是分贝 那你要去换算成Intensity 是要你把它除10 然后再乘上什么 10的Log指数 Intensity就等于 10分之Beta 然后再 这个是 在乘上I0 再乘上I0 OK 变成是 把它写一下 这才是你真正的Intensity OK 好 那已经把你真实的Intensity 除上你的人体耳朵 能够听到的 这个 最极限的Intensity 然后再 取Log再成10 才是分贝值 这是我们平常 我们对于 一个波 你在描述的时候的 一个现象 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这个Intensity的部分 是用分贝来表示 那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人体 其实 在每一种频率底下 有我们能够 耳朵能够忍受的 一个最高的Intensity 跟最低的Intensity 那最低的Intensity 就是 你 这个 你自己 人家很小声很小声的 讲话的时候 你还能够听得到的 那个 这个就是 最低的Intensity 那 最高的时候 就是 你已经受不了 耳末已经受不了的时候 对 那可能耳末会破掉的时候 那所以如果 我说 频率呢 如果是在 1000Hz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 你可以忍受的 这个 这个Intensity 它的情况是什么 那 这个随时 然后 大概 i 是等于 1.0乘以10的 故事二次方 每米平方瓦特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i0的部分 这个i0的部分 就是大概在frequency 是1000Hz的时候 那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 你能够忍受 那个 这个声音呢 很吵 那耳朵很疼痛的情况之下 呢 它的这个Intensity呢 大概是在1.0 瓦 每米平方 大概是差了10的12次方 倍的情况 那我们说 好 以这样子来看待 我们的空气分子 OK Rolling 那空气分子的部分的话呢 是等于1.20KG 和米三次方的时候 那Velocity 声音的速度 那433每米 每秒米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可以承受这个耳朵 能够承受的最大的压力 就是那个Peak的值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苏密波跟 苏密波也可以把它表示成 这个 Ymcos Ks-Omega T 过着你的 Pressure 可以表示成 Ks-Omega T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部分 那 Maxima的 Pressure 跟Ym之间的关系 跟你的Bubble Modules 跟Ks有关的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 我把 我已经 在这边好像已经插掉了 那Maxima的值 是等于两倍的P0 Rolling 不是P0 Rolling V 然后乘上intensity的情况 OK 那我们把它带进来 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看看 我说最小最小的这个值 那I把它放进来 我说2乘以1.2乘以10的三次方乘以343 用MK14 所以不需要乘3 所以343 再乘以 我们这个intensity的值是 1.0乘以10的-12次方 你把它放进来去算 我们会算出来等于是多少呢 是等于2.87乘以10的-5次方 每米这么多牛顿 每米这么多牛顿 那这个pressure的大小 换算成YM 我们说YM跟Pmax之间的关系 你把它换算出来的话 Pmax 那Bk把它放进来 我们可以得出来这个是等于多少 你就把它直接放进来 Bubble modulus把它放进来的话 这个是等于1.11乘以10的-11次方米 那为什么要计算这个小例子的话呢 主要的是要让你去感受到 你看 这个YM值 1.11乘以10的-11次方米 差不多一个atom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你的耳朵的灵敏度 耳朵的灵敏度 就是你能够听到的最小最小最小的intensity的部分 它其实那个耳朵啊 因为你的耳朵这个intensity之下 它的振动的位移的maxima值 它是1.11乘以10的-11次方米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值 所以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去做过那个什么 健康检查对不对 健康检查里面就有这个 那个叫你戴一个耳机 然后那个要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要棘手对不对 那声音就从那个很小声的时候一直看 它就是看你这个 能够听到最小声的情况之下 它的intensity是多少 那并不是所有的频率 都是这个值 你们如果有带课本的同学的话 在497页 497页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面 这个整个 我们人可以 我们人可以 我们人可以听到的是只有这个白色区域范围而已 这个是频率 横轴是频率 重轴是intensity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太小声你也听不到 太大声你也受不了 所以那每一种频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听到的范围 是一个绿菌 就是白色这一块才可以看听到的部分 那你可以回去 那你可以回去翻一下书 497页里面 那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情况 那 那 再来的话 在声音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 声音对我们整个用处是非常大的 包含它的音质 音感 我们人的音感 还有音色等等 通通是 我们能够去感受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